和小别去留学 Day 2 今天的主要内容呢 就是要继续出去 菜购物资 很有人会问了 你们不是要隔离吗 对啊对啊 我们是要隔离呀 我们要隔离的 只不过可以出去罢了 你看那些这个罢线 说这个最大的中超 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这个确实贵一些 这个国内五块钱 这边要九块一磅嘛 快两磅了 快十块钱了 我们现在在鱼蚌店里面 哈喽 大家好 我们回来了 今天呢 外面的温度比昨天要低一点 我看外面穿了一件 这种 厚厚的外套 戴帽子的 然后里面是一件这种小打底 在早上的时候呢 还就是算刚刚好 然后下午出了点太阳 就现在有点热 在室内的话呢 就还挺热的 可能是我公寓的问题吧 我这公寓呢 就会比较热 所以 啊 我好热 外套多厉害 今天呢 我买了一个这样的杯子 好热 好热 这个事实我真的吃到特别快 相框 这都是一磅 这种针孔的耳机 鞋筋 天真说买的饺子 不是在那个 就是在中超买的饺子 然后把它放冰箱里面去 这是一个锅吧 还有一个这种 就可以煮东西 然后我在 呃 一磅店一共买了 一二三四五 这六个东西是七磅 就算是挺便宜的 大家也可以先去一磅店 淘一淘 看有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 就很nice 好了 这就是小别 今天的一天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请继续给我一键三连哦 如果你不给我一键三连的话 我也不能拿你怎么样 拜拜